好欢迎各位来到训练点讲堂 我们今天的一个12月投资月的一个部分 三个礼拜延了 所以要到一月份和有一个比特币 那最近还是有人来买比特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 那现在的这一个部分是从股息开始讲起 那所以今天是12月13号股息卡路每一天 那这本书很后面2021年8月29号才出版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读什么读新书 看能不能活用它 那今天非常的高兴 所以帮各位上一本送两本 上一本送两本 两本课程不是送书给各位 是它里面的那种内容重点 帮各位一次做摘要 那看看存股存股有什么好处这样 那如果有有时间 看来是没有时间 不然一并要跟税的部分要结合 那最划算的就是你看一下就是这一本 你有课本所以你就拿出来 拿出来一个方式的话 来各位方到你课本第二页第三页到第五页 那总共分为什么四大部分 等一下就会看打稳投资基础设定进场的一个策略 什么之类的 不过这还没看之前 当然要来看看看你的左边 什么叫左边你的书 那个封面一翻开来的话 他有介绍作者 当然作者就是一个大小武林 那看起来年纪轻轻 1985现在也不够才30几岁而已 所以30岁累积的千万资产这是他第一桶金 是因为活药网路 然后有去做一个电子教育的开发 软体开发 后来他说离开资产就全部都做这一个部分 那四年来 所以30几岁 现在还是30几岁 当初就这个没多久的时间 那所以最重点 他已经跟你讲也是这两年的事情 两年主要一开始 两年我觉得两年都不是一个什么很长的一个时间 有人投资10年20年了 两年还不一定成气候 因为一个循环可能就是一个股灾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些书可以参考 有些书 他里面的论据可能就参考参考 有些不一定能够实际的运作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去无存经 但是在投资领域里面 我们不是要专家 我们不是说我要专家 我们是要当赢家 而不是专家 什么叫专家你知道吗 在台大财经系的教授 或者是各大院校里面的学者教授都是专家 但是他们不见得买股票 买什么东西就赚 赚的才叫赢家 他们叫专家 专家不一定赚钱 专家不一定赚钱 那股市里面分析是什么东西 如果教你说 我跟你讲买这个就对了 那他自己赚就好 那为什么要叫你来赚那些资讯费 所以你去思考这样一个重点 所以重点是不是要端专家 我们要当赢家 在股市的投资领域里面 你看一下 2020年存到500张 10领股息83万 2021年已经累积到600张 692万24这一个 他说专注本业 闲钱投资 所以这句话就是我常常一直鼓励的东西 我们要重视我们的本业 其实我们的收入来应该来自于本业为最多 所以投资自己 他到时候会结论就是投资自己 那你的专业本能有没有 把他提升了 那才是你赚钱的本钱 那有时候赚钱 这些是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 我跟你讲话都话不完的时候 你那里就会有闲钱 把闲钱拿去投资 拿去投资对的一个地方 那我跟你讲 就是等于你的时间 应该专注在本业 那投资的部分可不可以用一种方法 固定的一个比例 固定的一个投资报纸区 那就够了 但是还是没有风险 那是最主要的 所以资金控管分批进场 找到周局逢丁布局 那里面的书到底写的 好是其次的 但是这个作者 从头到尾也不晓得 在隐藏什么东西 我还以为说 他在他的format介绍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真名写出来 从头到尾不敢用真名 那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 都是只用一个笔名 大小50 然后真名都不敢写 那是比较特殊的 有的人整个台湾 整个全世界 我就是谁就是谁了 也不晓得在隐藏 也害怕什么 不敢写出自己的真名 不可能名字就叫做武林吧 大侠吧 OK 那不关我们的事 好来 那知道这个名字就好 来总共会有分为四张 然后四张里面 第一张就打稳投资基础 然后设定一个什么 进场的一个策略 第三张就掌握恐慌的心态 保持正确的一个心态 那因为你刚才有没有看到 他的一个投资背景 所以他不敢用高深的 艰深的一些 因为他是资讯工程研究所 所以财报方析 分析的方面都不会有 都劝切 那很多都讲心态 心理的方面 然后他实际上的运作 只是把他的结果 但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 一件幸存者 幸存者的一个偏差 幸存者一个偏误 他成功不代表 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因为时间在变 地点在变 方式也会改变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所谓的什么 那个iPhone 或者是苹果成功了 那不见得就是 一定是谁的成功 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那一定是 那只是一个 因为幸存者的一个偏差 只是留下来 感觉是这样才会成功 那不见得就是 可以套用在我们的身上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有些观念是很正确的 比如说专注本业 才是我们的重点 专注本业 然后本业能够越赚 越多越赚 也就是花都花不完的时候 你就会有闲钱 只是这个时候 闲钱应该放在哪个地方 所以本业是最重要 本业的提升 可以提升的很高 然后再把闲钱放在投资 因为你把闲钱放在定存 我跟你讲 浪费那些钱 因为最后通货膨胀 会把你那些钱 把它吃掉 购买力会不足 所以有一边就是 我们本业要把它所掌握好 然后右边就是 我们去投资的那个部分 只要有一个固定金额就好 有些人说5% 我跟你讲5%看人的 你如果说你的本金就有5万 50万 那你说赚5万 赚5%那算什么 可是但有一个人的资金 已经来到1000万 2000万 3000万 他不求端 他只要每年都5% 他就可以过日子了 所以那个会随着本金大小而改变 所以他可以喊得很高 比如说他赚了多少好几倍 比如说投资期货 问题是你的资金有2亿 你敢投资期货 所以那个本金 那个大小会影响到 通报酬率的一个要求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四个一个章节 然后我们第一个开始 打稳投资基础 还没有讲四章之前 他在他的第十页 各位可以翻到你的第十页 来看一下 因为第十页 他除了有人帮他推荐序以外 那个叫股市肥养 知道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010就是第十页 第十页你翻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36岁的时候600张照风金 然后这36岁 也不够他这两年的时间而已 2020就去年500张 今年2020就600张 去年跟今年一本书就写出来了 用利用这两年 我跟他这时间都是太短的 时间都是太短的 那这两年的时间 那照风金有600张 那我刚刚去抓了 这个12月13号 就今天的收盘价 今天的收盘价 从哪边可以看出来 我们就可以简单看出来 他大概有多少的一个资产 一个比例 这个最后收盘价 这个是1.30万收盘价 35.5 所以35.5就在这个地方 35.5乘上他的600张 那各位知道 一张就是1000股 所以600张后面有3个0 3个0等于60万股 60万股乘以35 现在的一个收盘价 乘以35.5 大概他就会给你宣告 他的资产大概有2130万左右 2130万 2130万如果真的有投资报酬率 所谓的我们常常在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 这个部分如果有所谓的什么 如果这个部分有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殖利率 现金殖利率 那5%真的有5000万 真的有2130万 存上5% 那大概一年将近就会有百万 将近就会有百万 那这个百万的话 其实除以12个月 其实生活绰绰有余 生活绰绰有余 所以他到时候的一个规划 就是说如果有这笔钱 我应该一分为二 一的话生活所需的费用 然后二的话 再把它一半 再投资 所以如果把你的股息 能够一分为二 一个部分 我生活费用已经够用了 比如说50万的话 另外50万可以再投资 因为这个再投资 才会有所谓的 复利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讲下去 然后这2130万 大概是这样 然后今天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在作者 作者自己的FB字贴图 他就说 他当时这110年 他拿到赵峰金 实际上现在要写书出来 都要有这个 可是从头到尾 不知道是谁的 比如说他妈妈 他只是代笔 写这一本书 也不晓得是这样 反正贴出来 反正他就是1.58 那总共盈利就是69 960、640 所以把这个 他总共只有600张 608张 然后这个比例 只是二代健保 有被扣2万多块 然后960、640 960、640除以2130万 2130万就是什么 市价 所以现在一除的话 大概是4.51% 4.51%就对 如果能够配息 就配4.51% 不过这里要有一个重点 我在跟你讲 殖利率的时候 要懂一个道理 就是他其实就是 美股的什么 美股的一个 美股的一个什么股利 美股的一个股利 然后再除以 美股的一个市价 美股的一个市价 所以外面会跟你讲说 他现在配股是多少 不过这里的话 就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哪边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 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我美股的一个市价 因为市价不同 因为市价会有什么 会有涨跌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如果跟你讲 配股的那一天 那一天市价是这样 那一天如果已经涨高了 我跟你讲 你的值利当然会低 可是如果作者 从头到尾 低档的时候 一直买 如果低档的时候 一直买的话 我跟你讲 美股的市价低 我跟你讲 他的值利就会高 所以他跟你讲 值利是变化的 因为这里是美股的市价 所以美股市价是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那这里非常清楚 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平均 一直在买 一直买 你的平均 你的成本价很低的话 你值利率当然高 就不是市面上 新闻跟你讲 我值利大概5%几%而已 你如果平均 一直在买 那你如果成本 已经低 现在的市价 那你当然 你的值利就会比别人 还要高 这是你第一个要了解 所以市价 所谓的值利率 不是只有一种 因为每天 每股市价都在变化 所以每股市价 每天都在变化 这个人亲自跟你讲 他可以拿到 那真的 如果拿到实质的鼓励 大概百万 如果能拿到百万 那我跟你讲 你2000万放在那边 都不会有损失掉的 一个可能的话 那你赚到这100万 就变成你的生活费了 生活费了 生活费 如果你把它换 如果说我一天可以花 一个月可以花 花10万块 一个月如果花8万块 或6万块 或5万块 5万块 可能就很多 然后乘以12个月 才60万 另外40万 就可以再投资 他大抵是这个意思 而且现在作者 才36岁左右 所以这个是 他一开始写法 那从这里的一个重点 要告诉各位 是一个非常重点的 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那今天的收盘价 那今天适宜吗 什么叫适宜吗 因为他最低的时候 如果来到这里 那是哪时候的事 那是2020年 去年10月的事情 那大概才20 27.5块 那那时候27.5块 今天已经来到几块 35 今天已经来到35.5了 你看一下 这边已经涨8块上去了 8块上去了 有没有可能 你现在如果是参与的话 所以不见得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今天跟你讲 他一直在投资一个公司 叫做赵峰金 那不见得就是一个 现在就是一个好的 一个10点 就不是 因为现在已经35.5了 如果他当时这个时候 如果现在股价是这样下去的 那可能就很好的一个机会 可是你现在会不会有一个 逻辑的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你看一下 如果